42岁的秦浩因为演了隐秘的角落里的杀人犯张东升突然出圈,两周上了21次热搜。 爬山攀上,你看我还有机会吗?成为惊吓的全民心理阴影三连。 而秦浩也凭借看似斯文实则冷血的张东升形象,成为万人热议的对象。 秦浩曾四次入维嘎那,是文艺片男神,他演过盲人同性恋出轨者,都是一些边缘的阴郁优理的角色,因为演得太过出神入化。 很多观众误以为这就是他的本色演出,戏剧本挑剔到执念的他,曾拒绝过亏少爆红的机会。 他今年42岁了,30岁那年,经纪人王金花对他说,你要红要等到39岁,王金花没说错。 2017年的网剧《无证之岁》和改编字盗目笔记的电视剧《沙海》给他带来了第一波大众粉丝。 到了今年隐秘的角落,他一蹿而起成了真正的顶流,现在没有人不知道他是个好演员, 只是大家还是有个问题很非解,他怎么和依能静倒了一块。 私底下的秦浩其实一点也不文艺,时而直男时而逗比,是个典型的东北大男孩。 而依能静因为浪姐和各种大胆言论,被推到了风口浪金。 一想到他,大家的第一预想就是矫情,但俗话说得好,一物详一物, 谁能专制依能静的作,他老公秦浩呀。 1978年,秦浩出生在辽宁省阳,16岁不顾父母的反对考取中央戏剧学院。 大学四年秦浩的成绩一距绝成,等到毕业时他一亿人主演三场大戏,风光无量。 毕业后从没被生活毒打过的秦浩浑身散发着少年的轻狂知情。 秦浩在毕业的三年里推掉了十几个电影本子, 在他看来这些全都是电影垃圾,不值得自己浪费时间。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,秦浩的默默等待没有等到大导演的青睐, 反倒差点把自己演艺事业给推到了谷底。 一直到2004年秦浩遇到王小帅,他的演艺生涯才迎来了转机。 当时王导正在为自己新电影惊鸿,寻找男主角而瞒的焦头烂额。 秦浩遇到王小帅时,连招呼都没有打, 然而正是这个独特的气质让对方心情若狂。 经过剧组试镜后,秦浩成功得到男主李军一决。 这部电影也直接将他送上嘎那的电影节, 接受全世界观众的掌声。 11年里,秦浩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表演, 先后提名四次嘎那电影节, 一次入围金马奖最佳男配权, 七次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的相关奖项。 尽管最终没有获奖,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他早已经是无面之王。 然而尽管在业内口碑颇高, 但因为作品不出圈, 在观众群中知名度不高, 秦浩的地位颇为尴尬。 2014年,秦浩和易能静观圈走到了一起, 当时很多人一直唱衰这对姐弟恋, 伸出他们的感情不会长久, 然而事实却证明秦浩并没有选错人。 在老婆易能静的鼓励下, 秦浩在这几年接连接下无证之罪, 沙海隐秘的角落等多部网剧, 还走出家门第一次城市参加综艺节目的录制。 隐秘的角落在最近成为爆款, 秦浩扮演的张东生, 成为观众又爱又恨的角色。 有人说无面之王秦浩出演网剧, 对其他电视剧演员而言简直就是降维打击, 然而为了达到毫不费力的地步, 秦浩为此努力了20年。